一代女神胡慧中曾經在電影《霸王花》中飾演Madam Wu 打女形象深入民心 不過1998年她嫁給眼科醫生何志平之後 就開始淡出娛樂圈絕跡幕前 胡慧中作風非常低調 她和老公有一個女女何家珍 今年已經23歲亭亭欲立 不過何家珍去年就成為網民已話 事源她和內地一名網店老闆戀情曝光之後 曾於社交網際恩愛合照高調放閃 但三天之後就閃婚 有傳是因為男友頂不信輿論壓力而選擇離開 不少網民都將關注焦點放在何家珍的外形上 畢竟是一代女神霸王花的千金 外界難免會將她和媽媽胡慧中作比較 面對網民的黑薄撫平 何家珍非常樂觀 她繼續努力經營自己的社交平台 keep着曬美想和分享正能量 在她的文案中也經常見到以甜美可愛自誇 可見非常有自信 何家珍曾經說過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努力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做一個閃閃發光的茉莉花 她不被世俗眼光左右 大方自爆 159身高和198磅體重 就算面對網民的惡意攻擊 依然松容面對 她說希望一隻擁有屬於自己獨特的色彩 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比較保持甚麼